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风险情绪下继续上涨 目前继续涨破8000 目前是报价8130美金 那么从昨天晚上到金融市场呢 我们说还有三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第一个呢就是英国 英国在脱欧以来呢 就一直迟迟没有落实脱欧的具体细则 那么在昨天晚上呢 英国工党啊 想要拉拢这个议会重新投票 阻止英国无协议脱欧 但是目前呢 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又再次失败了 所以说英国人呢 感觉是no做no day 那么在新的首相上台之前呢 那其中有一个首相候选人是这么说的 他们要挑战英国传统的精英领域 也就是说他们要挑战的是权贵和精英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是英国呢 传统的教育就是说 大家是追求一个精英或者绅士性的教育制度 所以说呢 现在英国上下呢 是希望颠覆过去所有的一些文化 大部分的一些传统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讲的话 对英国整个社会啊 是持续的一个不稳定 我们也看到了 金融市场的反应很直接 就是英镑继续大跌 目前呢 英镑从脱欧以来 现在基本上已经连续创出新地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是在1.33附近 那么到现在呢 已经是跌到了1.30下方 并且很难继续上涨 持续的下跌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美国有可能在未来不久就要降息 那么这个信号是根据美国最近就业数据或者是CPI数据持续走弱 各个央行或者是这个全球的世界的这个联储啊 都是在降息的一个周期里面 那么美国呢 可能也会受此压力而继续降息 那么一旦这个信号释放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美国的股市会继续上涨 那么全球的风险资产价格也会继续上涨 所以说呢 大家要做好应对这个货币贬值 或者说央行持续降息的一个新的经济周期 做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投资的一个准备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原油方面 石油昨天呢 价格是大跌 将近4% 那么这样的一个跌幅呢 我们认为还是很有可能是受到来自于中东 政治问题影响的 那么之前我们知道石油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伊朗的问题 那么伊朗呢 目前没有进一步恶化的 特别大的一个空间啊 至少我们认为这个美国的航母不会真的是去轰炸伊朗 所以说呢 在这种缓和的局势下呢 中东地区呢 之前OPEC我们知道它是要达成减产协议的 但是这个协议呢 到今年的6月份就有可能慢慢的就停止了 并且俄罗斯呢 是在偷偷的自己私自可能要增加产量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现在没有太多的钱 那么大部分的资金呢 包括中东地区的国家 他们的收入呢 主要还是来自于卖石油的收入 来维持正常的国家作为运转 所以说呢 这些国家可能会在此情况下偷偷的增加产量 包括美国现在页岩油呢 也已经是把产量投到了这个世界 做出由原来的进口国 现在变成了原油的出口国 所以说对油价都是一定的打压 那么在中长期来讲的话 原油还是跟全球的金融经济有关 如果是全球经济好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坐飞机的次数多了 航运的次数多了 所以说对原油的自然需求也就增加了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工业制品都是来自于原油的 所以说呢 经济如果是向好的话 对原油的需求会持续增大 所以说原油受到的影响更加丰富 是来自于经济和政治双方面的 另外呢 我们知道澳洲现在咱们大部分人啊 把钱存在这个银行 根据AMP的数据显示呢 80%的人啊 存到银行获得的利器不足1%每年 所以说呢 基本上是澳洲已经进入了负利率时代 什么是负利率呢 就是你存款的这个收入啊 已经跑不赢通胀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资金呢 是每年都在贬值的 但是我相信如果是我们最少投资500块澳币 就能到金融市场上去体验一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资金或者是我们之后啊 随着投资年龄的啊 这个资历的增长 那么每年获得1%的收益 这个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做金融投资呢 啊 本身我们可以获得金融收益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获得一定的投资成长的能力 因为所有的金融投资啊 不是无缘无故的上涨和无缘无故的下跌 啊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是有信仰 那么大家都知道有因有有果嘛 啊 我们事情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 金融领域更是这样 因为金融是一个严谨的逻辑的存在 比方说啊 降息 比方说澳洲的大选结束了 政治稳定了啊 政策需要股市市涨或者上涨 或者是需要大家去做消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表现就是澳洲创出了2008年以来的股市新高 所以说一切呢 都是有逻辑可以遵循的 包括呢 我们在我喜欢看的一个综艺节目啊 是叫基线挑战 那么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我个人比较喜欢黄磊 因为他 大家也都知道是在这个节目里面是智慧的化身 他有很多主动出击的一些决策 那么在主动出击之下呢 在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 他能迅速的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一些联盟或者是一些条件 那么在金融市场也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出击 比方说昨天石油大跌 那么在今天如果我们持有了BHP等矿业或者是原油业的这个股票的话 那么今天很有可能是大幅下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原材料呢 都是这些公司的盈利来源 所以说我们知道BHP之前推荐的是因为铁矿石价格上涨 石油价格上涨 并且澳元持续走低 带来的一个收益 包括巴西矿弹 但是呢 现在基本面发生了一些改变 就是石油价格开始持续大跌 那么因此可能会对较高的股价构成一定的压力 那么这一切投资的背后的逻辑其实都很明显 我们都可以通过新闻联播能够看到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另外呢 我们在623号格伦威伯雷有一场大型的 大概是300人400人左右规模的大型讲座 主要的内容是股票以及目前自由党的一些落地的政治的讲解 我们的时间是下午的1点到4点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我们的股票讲座 谢谢大家